经过亿万年的天地造化 松山以它不可逾越的特质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孕育了中原文明和华夏文明 也成就了融少林禅学、武学、医学为一体的 松山禅武一传统功法 据少林禅武一宗师无言正道艺术记载 明朝万历年间 松山少林寺永化堂禅武一宗师无言正道 将修身养性的禅学、强身健体的健身术 以及趋病延年的医学结合起来 形成集修心、健身、养生三位一体的独特功法 这套功法经过数百年的锤炼、沉淀和传承 而自成一体 由正道使传承至今 第十八代传承人为士德剑 松山禅武一传统功法 由虚妆、丹田呼吸法、风白柳、松坚式等十八式基础功法组成 在此基础上 又演绎出上百种不同体式变化 内阳功法的重点是丹田呼吸法 通过缩缸、收腹、绷嘴咬牙、鼻子出气 使力量聚集丹田 然后放松进入丹田 所有功法的原理 均是通过一吸一呼 伸缩开合 产生强大动力 推动气血在周身循环 打通气脉翘道 增强人体的代谢功能 松山禅武一传统功法 通过礼器、调膝、吐纳、导引等 炼心、炼意、炼气 容预防、改善及治疗疾病为一体 其即可在禅定的状态下 探究气血的运行规律 安定心神 平心静气 也能在行、站、坐、卧中 体悟和练习 就较高的实用价值 松山禅武一传统功法 作为少林禅武一文化的精髓 其深邃的内涵 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朴素价值观 成为中原文明的符号和标志 也是研究松山丰厚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传承人士德建 为了更好传承和保护松山禅武一传统功法 从2005年开始 香港中文大学合作 将内涵功法应用于临床治疗 抑郁症 自闭症等 成为探索生命科学的新路径 松山禅武一传统功法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 传承人士德建 多次应邀在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 开展培训及普及教育 在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和美国哈佛 罗扯斯特等大学进行交流和教学推广 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松山禅武一传统功法孕育其中 并不断传承发展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支独秀 下一步 内涵功法将积极融入全民健身和百姓生活 还将在岭南一带筹建传播中心 南北交相辉映 致力于松山禅武一传统功法的传承与保护 力争让这一传统功法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武一传统功法